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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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香港 世界上最密集的城市之一 在這個密集繁忙的城市 有完善了地鐵及巴士系統 但是他們仍然熱愛走路 有可能是他們的計程都是司機 太不慘了靠北 左頭左衰 Dell 香港作為亞洲金融中心之一 這裡舉起了各國新型色色 密密麻麻 高高矮矮 胖胖瘦熟 難難的 所以就是說 那種有很多文化 你懂嗎 就是你不知道他是哪來的 他不一定是香港人 你懂嗎 不要叫你香港人 你可以介紹一下你子雞 大家好我是Juju妹 我是一個在香港住三年 熟悉香港文化跟髒話的台灣媳婦 那你可以降下死情法生的幾國嗎 好的發生的經過 不好意思我口條不太好 沒關係就像聊天一樣不要有壓力 事情是這樣的 我們這次回香港是為了辦一些重要的文件 所以我們並沒有安排很多行程 導致我們最後一天晚上六點的飛機 但其實早上沒事做 Baby你今天想逛什麼 你說什麼 香港最熱鬧的市區 見渣嘴啊旺角前兩天已經走掉我半條命了 對了還沒看上一集的Baby 可以點右上角看看發生什麼事喔 蛤那我們今天要幹嘛 沒事做欸 嗯 我們也不可能到泉灣或是西宮那麼遠的地方齁 對啊六點飛機大概四點就要到機場 還是我們去唱歌好了 好久沒有唱歌 來香港唱什麼歌啊 誰會來香港唱歌啊 我啊 站在大兵器 西山紅紅紅的路 在下個車站 到天后 當然最後 還是我們去天后 蛤 我要在地鐵天后站前面唱這首歌 蛤 下一句是什麼 十代廣場 還有百德信街 我要自己唱歌做Eleven Reels 超好笑的 根本沒有年輕人知道這首歌了好不好 我不管啊 我們先去天后然後銅鑼灣 然後再去紅磚 太無聊了吧 就為了拍Reels 反正我們睡覺很多也沒事做啊 於是最後一天我們就開始了 毫無意義的 下一站天后歌詞巡禮 你說現在人多無聊 段茵茵真是漢人不淺 老闆幫我拍照 殘在大兵器 西山紅紅紅的路 真是啊 你只有要在大樓仰瓜 七星 好了好了我們去十代廣場 我看一下我們下個景點 十代廣場 然後是百德信街 百德信街在哪裡啊 也在銅鑼灣啊 也在銅鑼灣啊 當時我們就按照歌詞演一對 百德信街的愛侶 哈哈哈哈哈哈 好無聊 喔小妞妞 那邊有廁所 喔竟然要排隊 玩到哪裡女廁都要排隊 真討厭欸 為什麼我們廁所已經比男生多間了 還是要排隊啊 妞妞就是撇出來然後擦屁股而已 能花多少時間啊 不懂欸 妞妞 不該 如果下時在廣場再拿 我就在十代廣場啊 喔我在地下商場 十代廣場在一樓的戶外 好近喔 被弄好了 這個手符踢上去就是了 好久沒有來十代廣場了欸 你記得我們第一次約會 你有帶我來嗎 記得啊 天啊應該有六年前了 在那裡在那裡 別人幫我拍 我的手機 東西又亂放 奇怪 包包呢 沒有欸 口袋呢 也沒有 這邊來啦 你的手機怎麼會在我這 在哪啊 你冷靜一點想想最後什麼時候用手機的 欸廁所 我放到廁紙上面 我一般的手機不見 想起來是上廁所的時候忘記拿 這個過程不到三分鐘 剛好廁所就在十代廣場的首扶梯旁邊 我們馬上以百米的速度衝下去 廁所裡面一樣是大排長樓 啊不好意思啊 啊沒有有廁所 我的電話忘記了 你記不記得是哪間啊 第二間 好啊 等他出來我幫你看一下 麻煩你 簡單的時間其實我沒有很擔心 因為我上去發現手機不見 在下來的過程不到十分鐘 以女生上廁所的速度 根本有可能現在在裡面的那位 就是剛剛排在我後面的那位 我們算是有短短的一面之源 他應該不會對我這麼壞吧 就算不是我後面那位 在裡面的人聽到外面有騷動 也應該心裡有數知道手機的主人在找手機了 不敢真的順手牽羊吧 總之我不知道哪來的自信 覺得全世界中跟台灣人一樣 失禁不媚 會乖乖把剪刀的東西 交給警察或服務台 很乖 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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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TF 看我記錯之後 我還特別看了旁邊幾間都沒有 這時候我的靈魂已經飛走了 Fry away 我不敢相信世界會這麼險惡 短短十分鐘不到的時間 手機就被順手牽羊了 這段時間這間廁所頂多兩個人上吧 也就是說兩個人中就出一個壞人 這機也太高了吧 好酷 我太誇張了 你自己東西不收好好嗎 寶貝 手機沒了 你怎麼知道 他關機了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該說什麼 我已經處於創傷後的痴呆狀態 整個人像行屍軸露一般 還好凱爾之前在銅鑼灣工作 他算是這裡的壁頭 而他工作的地方就是鼎鼎大名的Apple Store 沒錯 他曾經是Apple Store同瓦灣店裡面的link 可能有多少香港人都曾經給他買過手機 欸 欸 可哥 你怎麼會來啊 哇 好來沒見喔 可哥 有什麼風度來啊 沒有啦 我老婆電話不見了 要看一下有沒有買到衣服的 啊 怎麼會這樣啊 你為什麼是我啊 他為了讓我冷靜一下 就讓我去看新手機 自己想想要不要現在買 然後他就拿著我的iPad 開始他們Apple達人的追查行動 Apple小教室 每看Apple裝置或是附有AirTag的個人物品 你都可以使用尋找功能來尋找裝置 如果你已經加入家人共享群組 也可以尋找家庭成員的裝置或共享物品 你可以在地圖上看到裝置目前的位置 如果距離很近 點一下播放聲音 還可以更準確的知道他精確的位置 或是可以將裝置標示為遺失來鎖住你的裝置 但卸賊的人就沒有辦法以任何形式開機 以保護你的裝置和個人資訊 如果卸賊跟拿我手機的那個壁詞一樣卑鄙 一拿到手機就馬上關機的話怎麼辦 如果你的手機是iOS15以上 並有開啟這個功能 那麼iPhone關機後依然可以使用定位功能 可以透過周圍的Apple相關產品 形成一個網路定位 定位出相對的位置 不過他回傳的速度可能就沒有 一般的手機開機的有網路的時候那麼快 總之 就算那個壁詞已經關機了 卡爾還是用我的iPad定位出了他的位置 他站在旁邊而已欸 我得去堵他 你在這我去看看 為什麼我要在這 你要去嗎很危險欸 我當然要去 我要去丟高他子中四八蛋 最後卡爾凹不過我就讓我跟了 其實我一邊走一邊很緊張 我等等要罵他什麼 如果罵他過程卡池這麼犯很丟臉欸 這是應該多練一點髒的 不知道他會不會耍硬招 必要時刻可以揍他嗎 臭他媽好想揍他喔 臭屁吃 女孩欸 住在這附近了 定位的範圍很大 我們不確定他在這邊的餐廳吃飯 還是住在上面的居民 我們一直往餐廳裡面看誰比較可以 但是當人經歷過最邪惡的對待 對人性早已失去的信任 我看誰都覺得是壞人 那個半假的瓜仔 看起來就不是好東西 是不是他 對方是能進廁所拿你手機的女生喔 那個穿OL套裝的 看起來就是在實在廣場工作櫃姐 是不是趁植物汁變上廁所順著我的手機 他要逃走了快追 可是追蹤顯示他沒動欸 應該不是他們 歐巴桑我忍你很久了 從剛剛就一直偷瞄我們 是不是坐賊心去 呃不是 我們真的看起來很可疑 小姐有沒有幫到來啊 連警察都交到我們可疑 呃阿Sir 我的腦上電話白胎還有洗手啊 經過了一番解釋 香港警察了解之後也幫我們做了筆錄 但是你知道的 連Apple科技都救不回來的手機 警察其實也幫不到什麼 於是我們就眼睜睜的看著餐廳的客人一個一個離開 但是定位還是沒有動 會不會其實他是住在上面的居民 不是餐廳的客人啊 而且其實我們也不確定是哪一家店欸 搞不好我們根本就找錯店 因為是看附近手機定位的 揮穿速度比較慢 我們看到的都是他五分鐘前的位置 其實搞不好他已經走了我們也不知道 但我覺得不可能是居民欸 你想想看如果你就住在這附近 離時代廣場那麼近 你怎麼可能會在公公廁所上廁所 如果都到家附近了應該會憋回家上吧 嗯 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 如果過於兇手就在你旁邊 但是你不知道 胡亦宇 還是胡亦宇 還是胡亦宇 到了下午他移動到旺角的叉叉大樓 聽說那個大樓是坐一樓一放的小姐 也就是俗稱的印照展 我曾經給他一次迷途吃飯的機會 我又會尋到裡面可以留言給那部遺失手機的功能 我使出我全身最感性最情樂的DNA 動姿已經小至一裡的寫一篇賺人熱淚的文章 小姐你好 我是這部電話機的主人 我知道你現在把我的電話室做機 但是我都可以碰到你的位子 我知道你曾經去過什麼街 接著去到什麼大樓 我已經暴走警了 已經提高我的電話機 身份證給警方 如果你賣掉我的機的話 我可以立刻抓到你的 我知道你的生活有難處 但是我都有的 我有生的小朋友會養 他們扭到 只要喝酒打我不工作 這部電話是我寫了的媽媽送我的YMAP 對我真的非常之重要 我相信你的內心都有善良功名的一面 如果你願意把電話還給我的話 我會包一個很大的利事給你的 真是麻煩你 龍子回頭 然後隔天走上手機遇到生命二手市場 我差X的中口吸血口 祝你心願快樂生心了 最後所有香港朋友都安慰我 我可能是街來的 不是的話怎麼會是甚麼大陸生涯啊 又可能不是香港人來的 任何人都不會去深圳 但是他不能開機去深圳 都可以猜底的啦 不管他是誰 他是做什麼的 我只能以我的經驗奉勸大家 出國隨身物品不離神 尤其是在觀光客多的國家 真的很難說拿走你東西都是當地人還是遊客 所以 不要相信任何人 出國身外之物可能被偷 連上網都有可能讓你的個資跟密碼被偷 出國連陌生的WIFI 有可能會被駭客攻擊 壞人故意將WIFI 鳴取得跟咖啡廳或是飯店一樣 讓你不小心連錯 從中竊取你的未加密網站的所有資料 或是在搜尋旅遊資訊的時候 連到把整個網頁做得跟官方一模一樣的釣魚網站 你在不知不覺中就出賣了你的所有個資跟密碼 那就用NORM VPN來保護你的網路安全吧 NORM VPN可以保護你上網時的每次點擊 下載檔案 威脅防護功能會檢查是否夾帶惡意軟體 點擊連結 如果連結只向惡意網站 威脅防護就會封鎖網站 除了提到安全性之外 威脅防護還會阻止多種類型的網頁追蹤程式 以便保護隱私權 另外 NORM VPN還有24小時全天候客戶支援不怕找不到人 如果你跟我一樣 出國還是要帶iPad電腦工作也不用怕 NORM VPN一個帳戶可以保護高達10台裝置 使用所有主要平台的專用應用程式 新客戶還有30天退款保證 給你試用用好用滿 注入我的優惠碼 豬豬妹獲取獨家NORM VPN優惠 跟額外4個月的使用 詳細資料在資訊欄 結果你手機有找回來嗎 有啊 真的假的 掉了iPhone14找回iPhone15 好奇怪喔 啊 啊啊啊啊啊 啦 啊啊啊啊 對啊 reais這裡